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点击 川陕革命根据地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我党创建的重要根据地 说到这个根据地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 便是它位于四川北部 其实以汉中为主的陕南 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33年12月到1935年2月 红四方面军在陕南 共建立了五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22个区镇苏维埃政权 95个乡和320个村级苏维埃政权 红四方面军的到来 让陕南红了半边天 大杯上的七个大字 陕南红了半边天 它是出自一首陕南苏区的红色歌谣 蜡梅花开三二年 徐向贤领兵进八山 仪仗打到汉中府 社会人民新欢喜 陕南红了半边天 说起陕南苏区 不得不提及发生在这里的一场 重要战役 陕南战役 1935年2月 为侧应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 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 陕南战役首战就攻克了宁墙县城 活捉了国民党守军团长 随后 红四方面军成胜向阳平关 缅县汉中等地进击 当主力部队到达缅县新铺湾时 遇到了在这里平显聚首的敌军一个旅 这个地方叫封志林 这个地方叫三观庙 在1935年2月发生了一次 激烈的战斗 红军从这边过来 国民党就守住 分别守住这几个山头 这个地方原来是茶马古道的 主要的爱口 人家在这里居高临下 卡住我们 2月7日浮晓 红军部队突然发起猛攻 经过三天两夜激战 攻克了敌军阵地 这场关键之战取胜后 红军顺利拿下了缅县县城 随后 红军包围了包城县和汉中府 2月22日 红军达到既定目的后 主动撤出战斗 回师川北 至此 闪南战役胜利结束 战役共兼敌四个多团 缴获轻重机枪 70余艇 步枪5000余支 伏敌4000余人 闪南战役 它实现了声东击西 侧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目击 扩大了党的红色版图 建立了川散苏维 闪南苏区 同时开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缅县苏维埃政权共处决土豪猎身 40余人 没收140余户地主 83.3万斤粮食 给老百姓分田地 1180余亩 根据地内出现了 欣欣向荣的局面 缅县人民热情欢迎红军 慰问红军 自发地为红军 筹措了大量的军营粮药品 当时缅县的县委书记英锐 率领着1000多名缅县级青年 参加了红军 缅县苏区 一时间涌现出了夫妻兄弟 争相双双登 当红军的一个参军热潮 据统计 在陕南苏区 红色政权积极开展土地革命 共没收分配地主土地 5万余亩 粮食1400多万斤 从政治上 经济上 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川陕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 建立了3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管辖区域 东启 川北城口县 西道嘉陵江畔 南启 川北迎山 渠县 北至 陕南西乡 南正 宁墙 勉县 总面积4万2千多平方公里 人口约600万 在根据地内 苏军政府推行1928年 中共六大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 那其中最为先进与咱们也息息相关的 最有意思的就是其中的第六条政纲 因为在当时的第六条政纲当中 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社会保险这些先进政策 那这些也都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 川陕革命根据地 设立了兵工厂 被俘厂 钢铁厂 农具厂等 还发行了用布料描绘的钱币 是我们的战士们 他们就每一张的描上去的 都是用我们的手工画笔画出来的 当当时我们红四方面军来到川陕之后 他为了一个发展经济 那就必须要先发行一个属于 自己政府有钙有钢硬的钱币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既没有造币厂 也没有一些工艺 那就将自己所拥有比较好一点的布料 就用来做了这些货币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内 红军创办了学校 并将稀缺的纸张节省出来 印成课本 供孩子们读书 那对于咱们技术比较薄弱一点的学生 那就是只能教我们的数学和国文课本 那对于一些学金学习技术很好的同学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旁边 有咱们的英语以及翻译和一些化学生物的课程 当时为了表达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热爱 老百姓还自编了许多歌谣 大概是这样的一首歌谣 那它也是主要表达了咱们老百姓对于红军到达 给他们生活上改的一个改善 起到了一个拥护和欣喜之期 为巩固和扩大川陕苏区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 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嘉陵江战役 之后撤出川陕苏区进军川西北 数月后实现了与中央红军在四川冒功会师 而红四方面军撤离后 川陕根据地人民群众仍坚持斗争 直到全国解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